謝忻在2019年因為被拍到 跟阿翔在路邊接吻 被冠上小三標籤 事後兩人雙雙出來道歉 當時也讓演藝事業暫時停擺 經過幾年後 謝忻重新回到螢光幕前 對於過去的事坦然面對 正向的態度 贏得許多網友認可 同時他也有了穩定交往的男友 不過最近卻傳出 謝忻有一組上空裸照外流 瞬間引起熱議 照片中謝忻只穿著內褲 上半身什麼都沒穿 疑似還露點尺度相當大 另外還有幾張也是穿著內褲 上面衣服挑逗的拉起 若隱若現的上胸非常引人遐想 原以為是謝忻新書的內容 但據了解 謝忻知道照片外流後 本人非常崩潰 據三立新聞網報導 致電給拍攝方同仇阿樂 他表示 這些照片的確是為新書而拍 是有拍一些比較風格不同的照片 但沒有要出現在書裡 目前還在確定有哪些照片流出 對於拍攝工作照被曝光 似乎也覺得很傻眼 事後謝忻也在臉書發文 疑似是對自己喊話 春天即將到來 請大家打起精神 人生不也如此嗎 總有逆境困境 但懂比為春 文中也附上一張微笑的自拍 正能量的發文 也獲得網友一片讚賞 但對於裸照外流的原因 似乎還是有待釐清 summit 頂好 最喜歡的 氣球 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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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